歡迎光臨恐怖小鎮 我是童彤康 日本有個案子是這樣 他是37歲的嫌犯 不瞞他的阿嬤碎碎念 就揮刀殺了阿嬤跟他自己的爸爸 而且也有三位親友的習慣 怎麼都沒有看到爸爸去上班 就上門關切 這三位也被殺害了 所以一共就殺害了五位至親豪虎 才被警察抓到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什麼 討論就是 殺紅也就停不下來的 連續殺害命案 馬上有請蔚藍女警 艾雅 是的 我就是穿梭陰陽界 行走過去現在 與蔚藍的女警艾雅 韓國九名女生 連續被性侵勒死 警方至今還是找不到兇手 連續殺害五名女網友 並藏屍全靠第六名受害人的出現 警方才能夠破案 香港色魔 出沒鬧的全程恐慌 多名女子慘在被連續尖殺 好 這些連續殺人魔實在是太可怕了 大家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喔 恐怖冷知識 是的 歡迎收看艾雅的恐怖冷知識 連續殺人犯通常具有以下三種特質 第一項 追求無敵的力量 典型的連續殺人犯通常沉醉於 凌駕別人之上的力量 殺人是為了獲得心靈上的滿足 第二項 喜歡操控他人炫耀自我 多數連續殺人犯知道如何利用 人心的弱點 操控他人來達到自己的目標 以及把自己犯下的終罪 當成豐功偉業來炫耀喔 第三項 善於偽裝做本表面功夫 連續殺案犯給人良好的第一印象 並且善於迎合他人 在你最脆弱的時候伸出援手 進而博取信任 讓受害者輕易地落入虎口 以上就是艾雅的 那第一個案子是講韓國 韓國有九個女生 連續被性侵反綁 然後勒死 同樣的 這也是個懸案 警方到現在找不出兇手 媽的 韓國有三大四季懸案 這三大四季懸案 韓國動員了千軍萬馬去找 沒找到 到現在都懸案 但是都轟動到拍電影 拍連續劇 是 那三大四季懸案 我先簡單的介紹 一個是 晨熙五少年失蹤案 五個小學生出去郊遊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對 韓國動員了 三十萬八千人次的警力 這單一案件動員 最多警力 韓國史上 三十萬八千 去找 找不到 好 發了兩億張 兩億張傳單 所有的香菸盒上規定 一定要印這五個小學生的樣子 這樣可以找到吧 對不起 沒找到 十一年後有一任報案 說他們在臥龍山上面 結果警察一到臥龍山上面 果然找到了 被槍殺 槍殺 那現場還有十個槍彈 到今天沒有破案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一個少年綁架案 這少年他家裡面很有錢 兇手把他綁架 打了87次電話 要到書籍沒有 要到 要到書籍你就沒事對不對 對不起 撕票 要了誰還是撕票 好 這案子十五年 抓了多少個嫌疑犯你知道嗎 四百二十個嫌疑犯 你每抓一個嫌疑犯 韓國媒體就轟動一下 所以十五年來 韓國就一直被這案子凌略 轟動了四百多次 四百多次 結果四百二十個嫌疑犯 都沒有欠一些證據 都不是 他們幹的 好 這兩個 這個韓國的世紀選人 還是小咖 世紀選人最厲害的這個 就是華成郡的連續殺人案 是 這連續殺人我一定要跟你講 你知道他抓了多少個嫌疑犯過 兩萬一千一百二十八名 嫌疑犯 兩萬多人 對 兩萬多人 因為華成郡總共才不到六十萬人 他就把這裡面的人全部搞清楚 他光DNA就驗了五百七十個人 這個毛髮驗了一百八十個人 指紋驗了四萬零 一百一十二個指紋 他因為總共是十起案件 你知道十起案件 總共動員了多少 軍人跟警察嗎 三百零八萬 軍人跟警察人 連軍人都要動 因為要收傷 你知道 這是恐怕是世界上 動員警察跟軍人 最多的一個案子 但是居然沒有破案 還是小 而且韓國人是最要面子的 他們這件案子 找了日本見識專家來參加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看他 真的是 他這個... 非迫不可 對 因為他們非常不喜歡日本人 對 非常不喜歡日本人 不服 他在第九個案子跟第十個案子 找日本人來做鑑定工作 他們的那個體議 都交給日本去鑑定 這是個什麼案子 很簡單 我剛剛講的 華正俊是個農村 它就是一個 不到六十萬人的一個農村 算鄉下地方 對 第一個案子你絕對猜不到 是一個七十一歲的阿嬤 七十一歲的阿嬤 當時並不知道這個阿嬤 她是連續殺人犯 把她當作一般案子 一般刑案... 好 接下來 一個二十五歲的林勝淑 她去相親 相完親 對不起 被殺害 二十五歲 再下來什麼 二十四歲 越來越年輕 二十四歲 她是一個全正分 她是跟她先生晚餐之後 要回家就失蹤了 更絕你知道嗎 是 她在一百一十三天之後 屍體才被發現 那應該腐爛了吧 腐爛了 而且就在她屋子後面 五十公尺的地方 這麼近 這麼近 五十公尺 要一百一十三天才找到 好 那再下來 第四個是二十三歲的 這個李貴淑 奇怪 李貴淑也是去相親 相親之後失蹤 就好 好 後面這三個年齡一樣 有個共同的特徵 第一個 一定用短褲 把整個頭蒙住 用短褲蒙住 用短褲把它蒙住 對 蒙住 第二個 主要死因是 第三個 胸口一定有傷痕 第四個 都有被性侵過 那時候瘋狂出來抓 就抓不到 結果這傢伙更狠 越來越狠 結果第五個 是個十八歲的女學生 下課之後就失蹤了 然後第六個 是這個三十歲的普斯陽 她是下雨 她就跟先生送傘 去等先生送傘 結果就失蹤 然後勒畢 第五個更慘 她是一個五十一歲的媽媽 跟兒子在餐廳裡面用完餐 去搭公車的時候 就失蹤 殘召毒手 這三個年齡又不一樣了 那跟前面三個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他們都用 跟以前不一樣是 他都用襪子 塞嘴巴 塞了嘴巴 襪子塞嘴巴 雙手反綁 那結果第七個 被公車司機看到 兇手被公車司機看到 看到了 有目擊證人 他就抓到一個 指認到一個了 好 兇手是不是落網了 對 結果這個嫌疑犯自殺 死了 所以這嫌疑犯自殺 死了之後 你就不知道 是不是抓到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破案了 是 正在送一口氣的時候 第八個出現 第八件 你絕對猜不到第八個幾歲 幾歲 十三歲 他的年齡從七十幾到十三 他就都亂跳 對 十三歲 而且這個十三歲 剛開始發生以為一定是他 為什麼 這十三歲 第一個 他抓到他的時候 第一個 先用短褲把他頭罩著 用襪子把他嘴塞到 動作一模一樣 傷害他的胸部 直到刪了傷口 手法動作都一模一樣 但是他有一件事情 他居然說 十三歲小孩沒什麼錢 他居然去他 口袋裡面去撈錢 書包裡面找錢 這個小女孩趁他找錢的時候 跑掉了 這是八個裡面唯一個生存的 他活下來 活下來了 活下來 那小女孩去報 報了之後就開始全面收 結果居然在一個人身上 找到小女孩的毛髮 Bingo 找了這傢伙對不對 對 好 這傢伙最後判什麼 判無期徒刑 他殺了七個人 第八人被抓了判無期徒刑 這應該死刑嗎 對啊 後來證明前七個跟他沒關係 前七個跟他沒關係 所以他是模仿犯 他是模仿犯 搞什麼 你抓一個模仿 本來全國都歡欣鼓舞地抓 模仿犯 為什麼 因為這傢伙留下太多證據了 第一個他有 前七個他有留體液下來 第二個他有留淹滴 淹滴上有他的口水 第三個他有留指紋 所以一比對 對不起 都不是他 前七個都不是他 他是模仿犯 所以因為他是模仿犯 所以那個十三歲小女孩 才有機會逃掉 不然以他冷酷的行為 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為什麼 第九個出現 有 他是讓全韓國人知道說 我才是正宗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第九個 他也找個十三歲的 天啊 他也找個十三歲 對 證明是我 這叫做變態 超變態的 你居然想模仿我 你想假裝我 就覺得他也找個十三歲 天啊 就是因為他找了一個十三歲的 韓國人受不了 日本的見識 就從這時候 請他們來 因為他們的 DNA的技術 那時候韓國的DNA技術很爛 就是日本的DNA技術 特別特別 日本的DNA進來以後 你搞個十三 而且這十三歲的 完全一模一樣 頭也在暴... 也塞 胸口又傷 雙手也繁忙 然後這個也被性侵 他所有特徵全有 以前還沒有一個說 我每一個都有的 你聽懂我意思沒有 他最後證明說 這是我幹的 我把所有特徵都弄上去 是 結果這個 在過濾所有的嫌疑犯裡面 也抓到一個認為嫌疑比較重的 奇怪聲音又發生了 這個人又自殺 又自殺 又自殺 第七個自殺 第九個自殺 第八個是假的 是 聽到沒有 好了 這個又自殺之後 第十起 第十起他又找個老阿嬤 六十九歲的全順相 六十九 六十九歲 全順相 結果他前面一個十三歲 後面一個六十九歲 心理學還完全搞不清楚 他要幹什麼 結果這個六十九歲的 又被他殺害 殺害 你要日本人進來 我就跟你挑戰 你知道 好 所以那變成就搞不懂 第七個跟第九個 明明不是 你自殺什麼東西 對啊 對不對 好 第十個 更絕世又發生 他們又找了一個嫌疑 滿重的 再一個 又自殺 天啊 這變成詛咒你知道嗎 對啊 變成詛咒 他最後三個 因為第八個不是他的 第八個存活 不是他的 十起 最後三個 七九十 全部自殺... 奇怪了 不知道是什麼魔咒 有魔咒 他有這麼厲害 不曉得什麼原因 而且 從第十個之後 消聲利機 再也不做了 再也不做了 我告訴你 2005年 追溯時效到齊了 他出來說我幹了都沒罪了 你知道嗎 他現在已經追溯時效 已經過齊了 那照韓國講 追溯時效過齊了 超過... 追溯時效過了十年的時候 所有眷宗是要毀滅的 韓國各界也說 這個東西不能毀滅 你過中留下來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這個網吧蛋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是韓國 三大懸案的第一個 所以這個案子 被拍成電影 被拍成連續劇 而且電影還上了 韓國電影雜誌選 為世紀電影第一 接下來這個案子可懸 他跟航空母艦 跑遍全世界 然後連續殺害二十多人 王爺大哥 這個那是軍人 對 沒錯 而且是 而且是完全從他的言行 舉止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他的同事跟他的長官 都說這是一個 無害的憨厚美軍 他用四關退伍 就在黎米茲號的 航空母艦上面服役 是 那麼在講這個故事之前 因為美國它非常的大 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 那麼最近美國 他們開放一個 民間 這個可以自費驗DNA 也就是說我可以存檔 或者是我要驗DNA 通常是用來幹什麼呢 要找我私聯很久的 這個可能家族 親人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唾液 用棉花棒弄了以後 那麼按照他的規定 把它寄去以後 給了錢以後 就可以直接驗出你的DNA 很便宜 但它有一個問題 當你寄去的同時 你就同意在網路上 可以搜尋 讓別人搜尋你的DNA 破了一個四十幾年的懸案 總共做了175件的重大刑案 殺害了十二個人 包括性侵 這個歹徒惡劣到 什麼樣的程度 這個歹徒惡劣到 他會故意侵入到一般的民宅 用手電筒敲醒了 熟稅中的夫妻 然後把夫妻捆綁了以後 在先生的面前性侵太太 還在先生的背部 放了一大堆的碗盤 只要其中一個碗盤 你不是會很激動嗎 碗盤掉下來以後 就性侵完畢後 槍殺你全家 這個人四十多年都沒抓到 竟然因為我剛剛說的 那個民間DNA 因為其中一個警探心裡想 那我們一直抓不到這個人 那這個就像李湘玉 博士所說的冷案 那不如把他的相關的 檢體DNA 那麼我就把他上網去查查看好了 就在民間的DNA資料庫裡面 查到他的兒子的DNA 最後查到他 終於破案 主持人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誰 他是美國的一個警察 警察 他在當警察的時候犯案 是 所以你永遠抓不到他 即便他有留下機證 因為他是警察 而且他是附近的警察 所以他很可能在作案了以後 你還報案了以後 他還可能到後來 去到現場負責偵辦你的刑案 留下他的指紋什麼東西的 合情合理吧 沒想到逃了四十多年 最後破案 那麼為什麼會特別講這個故事 就是說即便在美國 這麼先進的一個 財政的見識的這個情況下 他都可能沒有辦法破案 那麼這個所謂的 靈敏之號的 看起來完全憨厚 符合剛剛艾亞所講的那個 看起來無害 看起來是大家可以信任的 然後他卻在全世界到處作案 他所犯案的國家 包括新加坡 香港 以色列 韓國 日本跟美國 那麼之所以會破案的原因是因為 在他的這個手下 有一個人僥倖逃生 因為這個僥倖逃生才抓到他 他的名字叫做阿姆斯壯 那麼這個叫阿姆斯壯的這一個 不是上月球那個 不是那個 上月球那個 那個已經年紀很大了 然後這一位是年輕人 然後他從18... 十八九歲的時候開始上 這個黎米之號的航空母艦 開始服兵役 而且他做的是 揮陶軍廚房 廚房最無害了吧 廚房給你的感覺就是忙著 趕快你看航空母艦 一天要供應四餐對不對 所以他不斷的在那邊忙... 而且大家對他的印象是 胖胖的壯壯的 然後看到人家笑嘻嘻的 很憨厚的一個人 可愛可愛的 可是航空母艦 到了每一個港口會幹嘛 會放假啊 除了運捕之外就是放假 留下他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留守人士之外 其他人就放假 去玩嘛 就沒想到 當時所有的人都沒有想到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這個 黎米之號的航空母艦 停號了以後 當地就會發生 妓女被勒弊 而且被勒弊的這個命案呢 事實上都是在這個 性交的同時被勒弊的 可問題是 因為一下在泰國啊 一下在香港啊 一下在哪裡啊 所以每個國家 他都會朝地緣性 先去查自己本身 有可能的這個嫌犯 沒有人懷疑到 跟這個美國大兵有關係啊 而且他不斷地移動嘛 他總共服務兵役了八年 在這麼多眾多的國家裡面 殺了十幾個人 被追捕了十幾年後 這位美國大兵是如何落往 稍後告訴你 一下在泰國啊 一下在香港啊 一下在哪裡啊 所以呢 每個國家他都會朝地緣性 先去查自己本身 有可能的這個嫌犯 沒有人懷疑到 跟這個美國大兵有關係啊 而且他不斷地移動嘛 他總共服務兵役了八年 在這麼多眾多的國家裡面 殺了十幾個人 一直到後來 他八年用這個四官的名義 退伍了以後 他繼續在美國作案 他之所以 他美國作案還是一樣 召濟 召濟來了以後 再把他給勒死 勒死以後棄屍就跑掉了 美國不像我們想像中 因為美國非常的大 不像台灣 你在路邊尿一個尿 那個明天電視台 很多家都會把你尿尿的 那個畫面調出來 然後立刻放 他們的監視器沒有那麼多 對 結果就讓他不斷地 逃... 然後他就不斷地殺... 一直殺到二十幾個 到其中一個的時候 就在他作案的過程中 這個女孩子比較壯 所以當他在勒她的時候 這個女孩子 一出來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我要活下去 所以蔡他把所有的力氣放著 等到一出來以後 砰的跑出去了 他受傷 但是他跑出去了 因為這樣 所以描繪出這個阿姆斯狀 他的長相 他的年紀 他的可疑 最後把他給逮捕 逮捕的時候 本來沒有一些想到海外的 但因為 他的作案的狀況 有一位警探 突然間你一想到 他曾經在美軍的航空母艦上服役 所以他就把那個航空母艦曾經 因為航空母艦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曾經停靠 停靠的這個等於說港口 跟阿姆斯狀 那時候在這個 黎米斯號服役以後 他赫然發現 只要停靠過的 都發生過類似的案件 那會不會跟他有關係 所以後來因為這樣子 所以去徵訓了阿姆斯狀 他才坦承 他在服役役的期間 在海外已經殺了十幾個人了 那因為他殺人 你要知道殺人是一種病 是一種病態 這種病態的殺人膜 他是不會停的 所以他到退伍了以後 還持續在美國殺人 最後才因為這樣落網 所以他被稱之為 航空母艦殺手 好險他退伍被抓到 不然還得了 然後全世界還要多少人 被他殺 這個案子是用棍棒 在三個月之內 連續殺了五個女生 但他跟剛剛那個案子 有點類似 就是說他的身分 也是現役軍人 高大哥 是現役軍人幹 這個案子其實也轟動一時 曾經在七十七年有一件 叫台北之狼 張正義 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那他被逮捕之後 同時段在士林地區 也發生了一個 都是婦女 親切社都是婦女 然後在返家途中 在樓梯間或者是在 暗巷裡面被人歹徒襲擊 那總共十八起 那十八起裡面有五名身亡 追溯回去的時候 發現說其實 第一件案件是在 七十五年的八月二十號 就是一個婦女 她中午買了菜 要回到她逞得路的住宿的時候 背後被一名男子 持了木棍 往他腦袋中砸 砸了好幾下 然後當場昏絕之後 從他那個婦女身上 搶了七百塊的台幣 和一串要死 那結果這兩年之間 從七十五年到七十七年 陸續就沒有發生這些案子了 但我剛剛講說七十七年之後 就有個台北之狼張正義 他那個案子被逮捕之後 陸續又發生了這個夜歸婦女 就是回去的婦女 又被襲擊的時候 比較裡面經典的有兩件 第一件是七十七年的十月份 十月底的時候 有一個夜姓媽媽 就帶了他的兒子 接他小孩要下課的時候 那回到家裡途中 就被這個歹徒發現說 他脖子只有帶了一條 十八K斤的項鍊 就看到他那條項鍊而已 他就萌生歹意 就準備了個鐵棍 就小小的鐵工廠做了鐵棍 然後綁著紅布這樣子 狠狠地在那個母親 頭上砸了五六下 砸到腦漿都爆出來了 那小孩子 當場那個小兒子看到 也嚇得 瘋掉 驚呆了 三個多月來發生了十幾起 那不對啊 那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有 第一個同時段 都是在中午 要婦女要去菜市場買菜 要回家的時候 第二個 不然就是媽媽要接小孩子 下課的時候 都是選擇這段時間 而且歹徒都是埋伏在巷子裡 不然就埋伏在那邊 樓梯間 那後來另外一件 就是比較引人注目的 就是另外一個媽媽 她帶著她四歲的幼稚園的女兒 要下課的時候 從迪化街 迪化公園那邊 要回家的時候 在路上 這名歹徒又顧忌從事 往這個媽媽身上 腦袋砸了十幾下 當場死亡 然後那個女生 這小女孩四歲 在旁邊看到嚇到 驚嚇到哭不出來 叫不出來了 而這個女生的先生 當時是我學長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民下分局的一個警員 那後來當局就是成立一個 遙遙洞三的一個專案 就是民國七十七年 十一月三號的一個專案 北部的地區 清查了三百多家的那個檔簿 還有 因為我們以前 有檔簿你要去點檔東西 必須要你本人的身分證 你要留下你正確的你的資料 所以查了一萬多本的帳冊 那這一萬多本的帳冊裡面 查到三百多間那個檔簿裡面 發現到說 有 其中有一條金像鏈 還有一個戒指 是被害人的 那被害人的這個金像鏈 我們剛才講十八K件的這個項鏈 還有另外一個那個戒指 是被害人的 那查到典當的這個人 姓宇 大宇的宇 叫宇建宗 那他父親其實也是 當時的消防局的一個局長 那後來查到他鎖定他的時候 一查他的前科 他有逃兵前科 妨礙風化 還有竊道等等多項前科 那警察在查到這個人 目前這個人在台中榮剛當兵 那因為警察當時戒嚴時期 當時警察要進去軍隊 是沒辦法進去的 是要通報司令部 通報民族東陸的先兵司令部 然後再輾轉通知台中 想不到他連在軍中 在台中的軍中部隊 放假出來繼續犯案 他犯了案之後你看 臨時出來就沒幾個小時 犯了案馬上躲回去軍中部隊裡面 當然沒有人查得到 兩年內沒有辦法查到說 這個歹徒到底是誰 因為當時也沒有什麼DNA 這些技術都沒有 所以這一個嫌犯 這個宇建宗這個嫌犯 當時他其實很狡猾的 他把所有的 其實他總共兩年多來 犯了十九起 十九起連續的 他最後面比較 惡劣的行徑是怎麼樣 他原本一開始 他是從背後偷襲 拿棍棒偷襲那個婦女 偷襲到後面 他是直接會 所以有一件是 他把婦女拍拍肩膀 婦女轉過來 直接從那正面敲的 所以他正面三個洞 他已經有點心有點變態了 他覺得從背後偷襲 沒有那個快感 所以當然 以前那時候還是軍閥 他也速審速決 逮到他的時候 其實在隔... 十二月底破案 二月份他就牆壁掉了 這個案子其實當時在 士林是滿轟動的 OK 他作案的動機到底 是為錢嗎 為錢 為錢 對 所以他搶的金額 最大的金額是一千六百塊 那個時候一千六百塊 宇靜忠事實上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他第一次在士林的這個 通河街那邊附近的公寓 尾隨一個婦人 去敲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婦人 被他敲以後還回頭 還罵他說 你打我幹嘛 然後還跟他扭打 所以他第一次做案 是沒有成功的 那他都是就地取材 到附近士林的這個 那個工地裡面去拿對不對 那個槓 腳槓 還是什麼東西 木棍就直接打 所以他後來越下手越重 他心裡想說 我一定不能讓你還手 所以才會有迪化街 迪化公園那個 把我們那個警察的太太 把他打死 那個好可憐 那天下雨 他帶著他那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對不對 下雨然後撐傘 他就把他打了以後 倒地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還在雨中 拉他媽媽的時候 媽媽... 起來... 媽媽我要回家這樣子 那個附近圍過來的 那個好可憐 你知道嗎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他看電影學的 越戰的電影 是喔 越戰的電影裡面就是有一個 就是從後面有沒有 然後這樣打 當時在打北越的那個阿兵哥 你知道嗎 所以他從那個電影裡面想說 那我如果用這個招的話 來這個行搶的話 會不會這樣 那因為他太可惡 所以當時 那麼因為他是軍人 所以反情報總隊 警方找到反情報總隊 去台中抓到他的時候 然後當時 當時要槍決 要槍決的時候 其實一般憲兵是必之唯恐不及 那我用三個憲兵 然後拿槍以後 一開始其實是用長槍 後來才扛成短槍 這件案子比較特殊 槍決他的憲兵是 至高奮勇要槍決他的 這麼討厭 這個人太可惡了 宇建宗落網的時候 那個人和兄大概就知道 那時候台北市議會 剛才在開他放炮 放炮啊 放炮 你知道嗎 放炮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剛好又發生 那個台北市郎 那個張正義計程車之郎 然後晚上的時候 台北市的婦女都不敢出去 所以那時候是放鞭炮 你知道嗎 放鞭炮以後 去慶祝說真的 終於把宇建宗給抓到了 而且那個年代 犯這種案子 在那個民風比較純樸 對 就覺得好像 殺了魔王出現 而且我覺得他應該是從第一箭 慢慢轉變那個心態 他時間非常長 他事實上整個作案的時間 超過一兩年 變態 就是越變越 麻煩 就沒有人抓到他或怎麼樣 他就越來越瘋 就像你 你做很多事情就是 很順 就會 就要賭爆了 對不對 你會那個 越賭越大... 一定就心態慢慢燃起來 接下來講這個案件是在 香港屯門 屯門色魔 屯門色魔是吧 香港嗎 在香港90年代的時候 有兩個非常重大的案子 一個叫 雨月的屠夫林過雲 林過雲 對 他連續殺了幾個女孩子之後 還把他分屍 還做成標本 對 太恐怖了 做標本了 他把器官 女性的器官 器官 把它做成標本 雨月屠夫 第二個就是屯門的色魔 連續性侵 因為有幾個還把他給殺掉 所以那一陣子也是人心惶惶 這個屯門色魔 他叫林國偉 那林國偉他做案的經過是這樣子 在1992年的時候 4月24號 24號的時候 他就住在屯門的大興村 因為他們香港的那個樓都很高 很高 然後住了 每一個城都住很多人 然後他住在那個大興村 有一天他就很悠閒地開車 一面開車一面喝啤酒 突然快到家的時候 突然發現有一個計程車過去 有一個長頭 長髮披肩的一個女孩子 看起來還不錯 結果他怎麼樣 他就開始開車尾隨 尾隨 結果尾隨一下來 他講這個女孩子 很像我以前的女朋友 所以他馬上就興起一股那種 那種興奮 色慾 對 色慾 馬上就興起來 然後那女孩子後來要進入那個 就是進入那個村 就是因為很多洞 他很多洞 結果進入其中一洞的時候 他就躲在那個電梯的 就是躲在一個角落的地方 結果那個電梯門要開的時候 女孩子要進去的時候 他突然衝進去 就把女孩子給抓出來 勒住 抓住 那女孩子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都是從背後 勒出來 就抓出來以後 把他拖到一個樓梯間 那個角落的地方 就把他給性侵了 這第一件 就是因為長髮披肩 看起來像他女朋友 就這樣子一股就受不了 結果這是4月24號 1992年的時候 結果你知道嗎 在6月26號的時候 他都是選擇晚上 所以有一個32歲 在夜總會當服務生 的一個女孩子 4點半下班 早上凌晨 因為夜總會 朋友開始在募室 就等到這個女孩子 也是一樣 這個女孩子要進入的時候 要進入那個家門的時候 他一樣從背後又勒住了 莫無王法的歹徒再度犯案 更多害人的犯罪細節 千萬別錯過 已經有3分鐘了 他就在家中 但是他要進入 那天做天啊 他要進入 那天做天啊 你就要進入 讓我悅心 有些人 那天做天啊 為什麼 我這個天啊 就要進入 然後又把他拖到一個 角落的地方又性侵 不但性侵 而且還搶劫 把東西全部拿走 結果在八月份的時候 他又找到一個 三十九歲的女子 也是一樣 那女子在走的時候 走到一個比較暗的地方 也是一樣勒緊 那勒緊以後 又把他拖到一個暗的地方 又是強姦 連續的強姦 然後又是劫裁 然後在19... 你看二月 六月 八月 再過十二月 十二月的三號跟十二月二十八號 連續幹兩件 結果三號的時候 她是一個葉輝的女子 也是一樣 她就找 其實她有一個癖好 就是要喜歡找那種 藏法的 不要 我們應該剪掉 應該是對上 符合條件 不要這樣子很可怕 一個女子 而且是高標 很可怕 結果他一樣又把他勒住 勒住以後後來 他幾次都沒有殺人 前面幾次都沒有殺人 結果那女孩子 一樣又把他強姦 強姦完以後 那女孩子很害怕 回家的時候也不敢講 後來是他的家人 發現他怪怪的 他一問才知道怎麼回事 才去報案 所以己見有的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有一些被害人 他自己想說我受傷就算了 我背情不願意報案 有的去報案 可是又講不出個所以然 又沒有相關的激政 那時候DNA還不流行 所以案子就一直連續犯 在28號的時候 就是12月28號的時候 剛剛講的12月他犯兩件 所以你到現在已經五件 28號的時候他怎麼犯 有一個女孩子跟他先生 去唱卡拉OK 卡拉OK因為先生 他明天是早犯的 所以他就先離開了 女孩子晚一點 晚一點回家 結果就在回家的時候 也是在那個大清村的附近 也是一樣被人家強奸 所以他先生非常的懊惱 結果從第六件開始 他開始殺人 1993年2月24號的時候 有一個打麻將 打麻將夜歸的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打麻將夜歸的時候 也是一樣 因為他就在那個屯門大清村 因為後邊很多的一些 什麼樓...很多的 他就在那邊逛 一下子心情不好 我怎麼樣就心情想要作案的念頭 結果有一個打麻將夜歸的 一個女孩子 她還是婦女 已經大概差不多五十歲了 還是一樣 從後面勒住以後 然後準備性侵 可是他這一次為什麼殺人 其實剛開始他本來都不想殺人 反正我就想性侵完以後 我就搶劫了 結果這一次勒得太... 太緊了 結果後來把他 給勒死掉了 一看他不動了 他嚇死了 不動了怎麼辦 後來這一次他沒有性侵他 他怎麼樣 體外射擊 這是他第一次殺人 結果第一次殺人 殺了以後 開始覺得說 一樣我可以繼續犯案 也要破不了 結果他再一次 在4月14號的時候 他選擇一個22歲 也是長塔披肩的DJ DJ 結果DJ回來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從後面 他先把他勒斃了 這一次勒斃完了以後 還性侵他 對 然後一樣在搜刮一些東西等等 這是第七件 所以到第七件 香港警方也開始研究 到底要怎麼破這個案子 結果因為香港警方 就緊鑼密鼓 開始派巡邏等等 然後開始 曾經也用了女警來當誘餌 然後準備看是不是能抓到他 所以他開始逃到 他姐姐住的地方叫 在洪勘區 可是洪勘區待了幾天以後 還是受不了 受性一樣 受性不改 本性難移 所以後來他就想說 受不了了 等到我開始再出去犯案 就在洪勘區的附近 結果在5月24號的時候 24號的時候 就是也是看好一個 長髮的23歲的 一個卡拉OK的公關 原來這個公關 他是住在土瓜灣 土瓜灣的一個封業大樓 結果後來這個林國偉 性侵他完之後 還說那我跟你交朋友好不好 天啊 那那個... 劉蕭銘的氣死了 就罵他 我打他 你敢打我 這是第三個被他掐死的人 結果第九件也是一樣 一個夜歸的在七月份 第八件是在五月份 結果在一九九三年七月份的時候 就也是一樣 一個卡拉OK的一個公關 被性侵 但這一次沒有殺人 這一次沒有殺人 結果這是第九件 然後第十件是在一九九三年 八月五號的時候 八月五號的時候 有一個二十一歲 他越來越密集了 越來越密集 因為他已經雖然逃到那個地方 他就是本性難以貌 受性難改 病犯 對 病已經有一點變態了 他就是一較持續的作案 八月五號的時候 他選擇也是一個夜歸的女孩子 二十一歲 也長得算滿漂亮 然後長髮皮疊 他性侵太油 這一次他沒有殺他 他還跟他要電話 一樣要跟他交朋友 他現在病得不輕 對 他想說 那我們繼續交往之後 跟他強姦 我還跟他要電話繼續交往 結果交往 這個女孩子害怕 嚇死了 後來電話一直給他 他怕他 殺掉他 電話給他以後回去 不敢講 後來家人也是發現怪怪的 後來他才講 就發生這麼一段 而且他們還約好怎麼樣 隔天八月六號 要去看電影 天啊 當然就趕快報案 所有的警察 就等在電影院的地方 他真的去了 還去了 還真的去了 當場就抓起來了 這傢伙已經 已經變態到一個層次 已經變態到一個層次 反正你不敢報案 對不對 或是怎麼樣 他已經可能打賭定了 越來越自大 然後信心越來越強 然後抓起來 這個是林柏偉 長得人模人樣的 真的耶 對不對 可是你那種有一種 感覺到好像有一個那個 邪氣 對 那個就是好像射魔 就是有那種性侵的那個樣子 第二個那個時候 所有的那個大樓嚇死了 注意安全 真的是人心惶惶 一個案子不破都連續發生 尤其性侵 連續殺人 真的是人心惶惶 然後再過來 你看他殺人的地方 他就找樓梯間 就大概有時候 六七八全部都殺人 然後再過來 這個就是他們住的大樓 你看 這裡面住了多少人 那個好 一動一動一動 那其實要辦案 那個對象其實是滿多的 香港房子是不是 對 然後這個是也是一樣 在樓梯間 結果這個案子還有後續 什麼後續 還有後續 他總共判了十一次的 的那個終身監禁 十一次 那就不得假釋 對啊 不得假釋 十一次的終身 但是他對殺人 他還是不承認 可是法官說怎麼不承認 那幾個這個DNA跟什麼的 都對了 你還不承認沒有用 總共十一次的終身監禁 那後續是怎麼樣 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有幾個小鬼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地方就變成 變成那個鬼隱重重 有幾個小鬼就去那邊探險 結果你這媽探險真的碰到了 他們幾個在那邊聊天 突然就看到一個人 就走過來了 然後其中有一個小鬼 他是有那種靈異的體質 他感覺到這個人來的時候 陰氣很重 因為走來以後 有陰氣 陰風 他覺得不太對勁 粉身開始站立 結果其中一個小鬼就說 姐姐 要不要坐下來一起聊 哇塞 他以為是一般的屈民 你還是怎麼樣 姐姐要不要坐下來一起聊 結果那個姐姐 馬上臉色大片 露出那種 那個魔鬼原來的鬼的樣子 幾個人嚇死了 嚇到他就說 這樣子 我不會傷害 他講話了 我不會傷害 但是你要照我的話 做幾件事情 否則的話 我一定不會放過 是 做什麼事 他說你到某一棟樓 第幾號房 你去跟我拿我的衣服 什麼顏色的衣服 第二個 然後我的一張照片 第三個 還有我心愛的一個耳環 這些事物 去跟他拿來 然後在我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出現那個地方 燒給我 否則的話你完蛋了 那幾個 青少年一想 這好像是真的 結果第二天 他真的循著他講的那個位置 還真的找到了 他的家 他就是那個三個 被害的其中之一 結果家裡一看的時候 一去的時候就看到 水果供的一個 祭事的一個東西 一看照片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女子 然後他們趕快就說 後來他說 你們怎麼會找到這裡 他就把這一段講了以後 就找到那一件衣服 找到一張哪一張照片 還有那一些耳環事物等等 到那個地方燒給他 後來這個女孩子就不見了 所以你說有很多事情 是在冥冥中 就是有住地方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慢慢變成 就變成惡魔了 對 馬拉哥這個案子 他是不是很恐怖 在日本的 雄馬縣 有七個人 連續失蹤 那七個人連續失蹤 警方一過濾 這七個人都跟一個人 有生意上往來 或者有投資 就有一些觀點 對 這個人叫官根源 他是開寵物店的 是 開寵物店 他賣民犬 他在山上 有一個犬類的養殖廠 那他自己還住了豪宅 好 那他發生什麼事情 剛好遇到日本的泡沫經濟 他擴張太快 又修房子 沒錢了 沒錢就好用詐騙了 第一個人是怎麼樣 是花了一千一百萬日元 跟他買民犬 要回去繁殖 他買回去之後才發覺 第二個這些狗 都已經太老了 早就已經過了 對 過 而且也不是什麼民犬 好 就一直來他寵物店鬧 他跟他太太兩個就受不了 就有一天來 就在他水裡面加了毒藥 對 毒藥吃下去 人毒死了 人要怎麼處理 沒關係 他山上的這個犬類養殖廠 有一個病犬或死犬 或流浪犬的一個粉化爐 天啊 他就把人剁翠 放粉化裡面 啪 燒成灰 不關吳醫師 好 這一次一成功 就開始了 惡相膽邊生了 有一個女的給他買民犬 也不過就兩百七十萬日元 那非常小的錢 他照把人家喝水 毒死 啪 又拿去燒了 有一個黑社會的小頭目 跟他是要遠藤 當一方面有像 可能有像他們要一些保護費 第二個就覺得他們 這個在賣這個狗子裡面 有用了一些手腳 就來他們店裡面 他早就看他不順眼了 黑社會還去勒索我們 對不起 喝水 又喝水 他跟他司機全部 對不起 他去燒了 好 他去燒 而且燒成灰 警方覺得有七個女的 就不對了 就來收他店裡 收他店裡面一點痕跡都沒有 一點痕跡都沒有 後來警方才想起來 他家裡面收也沒痕跡 最後想到他有全類養殖廠 最好到全類養殖廠的時候 找到痕跡了 因為他不能直接燒 他先把它剁 分四後才燒 那就找到痕跡 好 找到痕跡 先後就查到這四個人的 頂根跟那一根 因此他就認罪了 他們夫婦兩個一起幹 就認罪了 認罪之後 總共打了十六年的官司 才判了死刑 日本就聯繫殺人犯太多 所以他們死刑一直不肯 被廢止 好 憲政兵就有個謎案了 我剛剛一開始講 失蹤了幾個人 七個 對 現在他找到四個人 他也只承認這四個 你找到四個我就承認四個 另外三個失蹤的 到今天沒有找到 但是三個人有兩個 有投資他的寵物店 跟他股東關係 一個是他的顧客 常常給他買一些權 來自己繁殖的 這三個人沒有找到 所以另外三個人 是不是他殺的 對 我看八成 對 燒成灰 只是那個灰沒被發現 對 沒錯 而且跟他都有聯繫 你看現在買一個狗也被燒掉 什麼社會 好 今天謝謝大家